大家好,我是西山 今天我也来说一说传统阳式85式太极拳的无极庄 它也就是85式的预备式 它其实就是一个无极庄,它是一个庄公 其实这里面的东西很多,我把我练这个预备式和占这个无极庄的心得体会分享给大家 当然了,这是我自己的练法,我也不知道其他的拳友是怎么练的 我主要是为了和大家交流,欢迎大家说出自己练这个无极庄的感觉 我们相互交流,然后呢,彼此从在彼此之间呢,能够吸取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好,我先把这个无极庄呢,我先站一下 它腿跟肩一样团,这个松成是自然的松成 我们站好的时候呢,浑身呢,首先一个要收心,反思 收不都不要洗,然后呢,第一步是放松 我的放松的感觉呢,就像我以前的视频说过 就像一个温水的脸盆头,从你的头上面呢,慢慢的把这个水放得很小很小 然后从头顶呢,往下淋,身体是光的的,你要去体会呢 这个水呢,慢慢的顺着你的头顶呢,慢慢往下躺,流躺 那个躺呢,是很松,你要想到一种很慢,很松,往下躺 最后松到一定的感觉的时候呢,你会呢,浑身会打一个激励 它是一接一接,一点一点往下松,然后呢,前胸后背,两个手臂 然后一直呢,从腰胯,从大腿,然后一直松到膝盖,然后再松到你的脚下 然后呢,那个水呢,好像我们站在一个沙土地上面,那个水呢,渗到了沙土里面 这是第一步,是放松的感觉 我们找到这个感觉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呢,发动 无机庄,无机庄,它虽然没有虚实的变化,两条腿呢,它是双层 重心都在两条腿上,但是你不能把它讲成是双重 它是双层,那我们两条腿呢,双层之后,那我们上伸 我们的腰胯,我们的关节,我们的所有的地方,胸,背,四指 它是不是在动,它在动,它在运动,这个运动呢,是松明的 在外在,比方你在外面看,你不一定能看到我的内动 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学会用手去摸,就是摸到一种感觉 好,现在呢,我请你来,来,你用手,来,请你过来 一个手,摸到我的膝盖,你蹬下腿,然后一个手呢,摸到我的胯 我们牵上一个中盘的下口,现在我做一个吸气 现在我全部都松过了,我把我的心收回来了 现在我开始慢慢的,我可以把眼睛闭上做 也可以把眼睛闭上做,也可以把眼睛闭上做 也可以把眼睛闭上做,都可以 你看,现在我一个吸气 好,你起来,你说一说你的感觉 你又不说,你不说我来说,我说,你如果,你摸到的感觉 你跟我做出来的感觉是一样的,你手上的感觉是一样的 你就点点头,好,那个,我刚才呢,是一个吸气 吸气的时候,我现在讲的是下半身 它是呢,在松沉之后呢,然后呢,你是慢慢的 你的膝盖呢,微微的,往外,开 你的这个胯盖呢,也是慢慢的,蹭开 那也就是说呢,我再讲一点,就是说呢,你这两个膨骨 我们在松沉准备好的时候呢,这两个膨骨呢,它是往里合的 所谓的胯,就是,我讲的是后胯,所谓的胯,就是这两个大屁股半腿 这个,这个叫胯,那这两边呢,膨骨这两边呢,我们平时讲的叫宽 这个是胯,所以我们在,我们平时讲话,我们去买菜的时候,比方我们买买肉 你给我一个羊垮的,那个羊垮的,那个或者是猪垮的 猪是讲的,坐,后坐,后坐,后坐 比如说狗,或者是羊,都是讲的羊垮的,它这个羊垮的呢,它就是在 两个大屁股半腿,那我现在我在做的时候呢,在没做的时候 我的两个屁股半腿呢,是,就是我的这个盆骨呢,它是微微往里裹的 但是很松,比较硬密,膝盖不是奔直,是微微的弯曲,出的这种感觉 那我开始发动吸气的时候呢,我是两个膝盖呢,微微的往外蹭开 然后,我这两个宽呢,它是慢慢的,随着膝盖呢,同时,这个盆骨呢,是慢慢的往外蹭开 这个时候呢,我的后面的屁股半腿呢,它是往里收的,这样蹭开 然后,吸吸吸吸吸,那我脚下的,脚掌呢,脚下的静好,它也是随时的吸气呢 然后,依次从这个大脚趾,依次到呢,十指,中指,无名指,到小指 然后,我蹭到位的时候呢,我的脚下,我的静呢,是在两只脚的外面 我是这个过程,刚才你没摸我的脚,就是,刚才我讲的,你摸摸我的膝盖,摸摸我的宽的地方,是不是这种感觉 好,那就是,就是我现在,我说我的体会呢,就是,如果你根据我这种方法,你自己去体验 要自己要去用你的身体,去认真,去体验,看看能不能做出来 如果你做出来不是这样,或者你还有另外一种做法 我不说呢,别的拳有别的做法呢,我也呢,我也认可 就是呢,还是那句话,太极拳各有各的打法 好,这个时候呢,我的意念想的是什么呢,我的两条腿,就像,那个,打气的那个气口 我在吸气的时候呢,我呢,就是把这个,两个气口呢,双手慢慢地把这个气口慢慢地把它拔起来 那就是说呢,我的筋要从地下慢慢地,像,像,像,气啊,把它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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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上来 一直抽上来到会议,然后到密门,然后,身体呢,它是一个膨胀,螺旋的膨胀,膨胀起来 这是我讲下面的这种感觉,这个吸气还有一种感觉呢,如果你的动作做得很慢 就是我以前文章里面写的就是,就像一个很干的毛巾 两手呢,拎着毛巾,然后把毛巾的另一头呢,我把它放在水里面 这时候你会看到呢,那个水呢,顺着那个毛巾慢慢慢慢慢慢把它轻上来 这个就是我能把它比喻成呢,那个累,慢慢慢慢往你的身上来 往你的身上来,往你的身,往你的腿上,慢慢慢慢往上来,往上来 这是脚下的感觉,那现在我在心里摸一下我的后面,命门的地方 然后你再摸着我的肩,好,好,现在呢,我刚才讲的是下巴,腿和胯 现在我在讲腰呢,和我上半身的动作,命门你先摸一下我,先坐一下 你看啊,现在我开始了,开始吸气 好,现在呢,我这个动作做完了,那我现在我就讲一下呢 嗯,跟你说,叫你来讲,你不讲吧,还是我来说 然后呢,你呢,我说对了,你摸着感觉就是这样,你呢,就点点头 啊,嗯,我再声明一下啊,这绝对不是脱 因为我做的这个呢,我以前,就是,我们这边因为疫情 啊,我们那个老年大学呢,听课的,我平时在上课的时候呢 我都会叫那些拳友呢,来摸,来找这种感觉 所以,你练拳,啊,拳友们相互交流 你不是看着打一套拳,你就能感觉到的 就是呢,嗯,就是对这个拳理解透的时候呢,你从他的行,从他的动作 你能看到内在的东西,啊,就就,比如,比如我自己来说 我反复看,董胡林的视频,我从他的外面的拳架 我能看到里面的东西,当然,我看到的这些东西呢,不一定都是董胡林先生 所打的内在的东西,有些东西是我自己的体会 但是,不,不否认,董胡林先生有些打发呢,我把它看出来 那就是说呢,我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去摸,啊,比如你在跟一个拳友来交流 每一个拳式,每一个动作,啊,你必须要用手去,触摸他的,生起的每一个部位 然后你要找到那种感觉,这才是相互的交流 你看一下,你做一下,那是,这是,嗯,我讲这是练拳的一种方式,啊,另外呢,呃,至于,两个人推手 未尽,那又是另外一种事,我呢,现在我不说,我只是说,盘拳,用我自己的,呃,理解来说的话呢 我们现在的太极拳,和推手呢,已经封家了,它不是一回事,啊,虽然说,啊,很多拳友说,啊,呃,你的拳架打得好不好 只有用推手来验证,我认为呢,这个话呢,也对,也不对,我以后可以专门呢,来做一个视频呢,我和大家分享我的看法 啊,刚才,我说到了这个,呃,我上,上面,那是,你摸着我的命蒙,我在吸气气的时候呢,我的命蒙呢,它是随着我的,呃,两个手,手臂,啊,你看,我慢慢的,随着跟着我的,下面的腿呢,四指是相同的 我的肩呢,随着我的这个锁骨,慢慢的往外的撑拉,我的肩呢,也慢慢的,往外翻转 我的,我的肘呢,从外形上面,它是往里合的,啊,但是我的手,小手臂和手指呢,是往外开的 这时候,我的手上面的表现是什么呢,它是呢,慢慢的伸,大拇指,四指,中指,无名指,小指 当然我小指呢,没有,没有离开,我还牵在我的,这个,大腿的外,外侧,它是这样撑开的 这个锁骨一扎呢,这个胸口呢,就自然的开胸,然后呢,开肩,啊,然后呢,这个肘呢,它是往里面来 然后呢,下面的手呢,数着小指旋转,撑开,这是上指和胸背的关系 胸一开,那后面的肩甲骨呢,它肯定也跟我的铺骨一样的,啊,铺骨往里面开 那后面的,后面的这个胯呢,和我后面的肩,后面的这个肩甲骨,它是往里面收,它是慢慢往里头 胸开,背和,它是,这种劲呢,它是把它撑合起来,啊,撑开,就合起来,啊,我外形,前面在开,后面在合 那这个是我的命纹呢,它是随着这个,这些动作呢,它是慢慢的,往后,撑出来,是不是这样,啊,那你刚才摸着我的腰,那我的宽呢,它这个地方呢,它是,往外去,啊,那我,我的呢,这个,后面的这,臀部呢,我刚才没有这样摸 我的臀部呢,它是,就,就我刚才讲的呢,就是,我的铺骨呢,往外撑开,那臀部,这个后话呢,它是往里收的,往里一收,命盟撑,啊,然后,然后你的围骨啊,它是一个松垂,它是往里面去了,啊,这个围骨是往里面去的一个松垂下去了,我的命盟往外撑了,是,是这种感觉,啊,这个,呃, 呃,这是吸气,整个吸气的过程当中,它是一种感觉,那这个外面的这个,这个前面这一部分的蹭开呢,它就有一点像什么,就像那个你在吹一个气球,那个气球膨胀起来,就是这种感觉,当然了,我现在这个做的动度很大,你在练这个启事,它很小,很微小,很微小,很微小,那个气是腾染,啊,那种感觉呢,我是, 是讲不出来的,但是你自己,我的练道的话,啊,这个顶线是淋起来,整个一个腾染起来,你做好的话呢,你的手指,会马胀,有的时候啊,偶然的一个手指,它会像电塔,冲一下,就像电塔一样,它会,它会不由自主地动,啊,你要在盘拳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气冲到你的手上来的时候呢,你的手指,那种感觉呢,它不是讲僵硬,如果你想弯的时候,手要想,手指想弯曲一下,好像要费好大的力气,才能把它弯一下,气冲赢了,它是这种感觉,啊,当然我讲的这种感觉, 是我自己的感觉,不一定对,啊,我刚才讲的这个呢,是,呼气的感觉,你也可以摸一摸我这个锁骨啊,你看,你一只手,你从这边,一只手,点着我的锁骨,啊,一只手呢,点着我的肩,你看,我在吸着,现在我,呃,预备, 这是我的准备做的手吸气的时候呢,我的胸是寒的,背是开的,那我的胯呢,是微微的往里面裹的,下面呢,这个,呃,呃,两个后胯,大屁不半的呢,它是往外撑开的,这个时候的围骨呢,是往外翻的,它是这种感觉,好,我现在我看着一吸气呢,我这个锁骨呢,就把它撑开了,撑开就带着我的这个肩呢,它也在转,你看, 肩一转,肘一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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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就,手指就开了,呢,它就这样,这种密蒙是,慢慢慢慢慢慢也就撑开了,我一股往里收了,它是这种感觉,那个,刚才我讲过的,脚下的内劲,最后,到吸到一定的时候呢,它脚,脚下面的,呃,着力点呢,是你两只脚的外面, 在小脚纸上,那,从小脚纸的,然后到外面,到脚跟,脚跟的外面,它是这么一种感觉,撑开,好,现在我再讲一下,那就是,现在我就,不要去摸了,那就是,这是相同的,运动轨迹,我在一呼气的时候,我又,更相同的,往外开,我又是相同的,往外合,那我合的时候,呃,那我呼气的时候,呃,那我呼气的时候, 那就是什么呢,我一呼气,啊,然后我是能慢慢的,你看,我还是从下面讲,啊,这个,脚下面的筋呢,它是从小脚纸,啊,到无明纸,到中纸,到尸纸,到大脚纸,慢慢的,往回收,啊,然后到大脚纸,后面那一块肌肉的内缘,静这个会落在,到最后完全,呼气,被收足的时候, 那时候呢,你的静呢,收在你,你脚的,内面,啊,呼出去的时候,在外面,啊,这,平时呢,就是,这种洞是微微的洞,外形上面看着,只有摸的时候呢,你会能看到洞,啊,如果不明白这些情况下呢,肯定有些权益有讲,你这个,站个桩就像个呆的样子,啊,那么呆,那么质,其实,外形上看的洞, 启示内洞,它是,生生不息,啊,源源不断,啊,这个灵果缠绵,都在里面,啊,那我在,下面呢,我这个,呃,脚下面一运动呢,它带着你的膝盖呢,它又微微的往你裹,往你裹,然后往上来的时候呢,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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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的这个宽呢,它是往里面去,宽往里面,但是我的两个,大腿跟,跨跟呢,它是微微的往外撑, 往外一撑呢,我这两个,后挂,啊,它就慢慢的,它就撑开了,这时候呢,那个,围,围图它是慢慢的,往外翻了,宽武理是往里,收了,这两个,屁股拌的,中间的,那个,那条缝,它就慢慢慢慢的,拉开了,啊,这个呢,也就像,程加沟,练小架拳里面, 通常讲的一句话,你前开三尺,不如呢,后开一线。我是在看陈立法先生教城市小价权的时候,他就特别点出了这一句话,那也就是开后话。 开后话,我们把围骨往外放,也就是饭铜,往外一放的时候,他也就是开后话,这个呢,我们在收的时候呢,那上面呢,他的手呢,他也就是呢,随着脚下面的放你骨呢,我的锁骨呢,也是微微的,开始往回收锁,我的这个尖呢,他也是微微的,往你收。 我们的锁呢,反而是往外去了,然后两个,两只手呢,从大拇指那样,从那个大拇指慢慢的,你看,慢慢往回收,往回收,往回收,收回来,啊,刚才我讲错了,啊,就是西区的时候,他们说,小拇指到无名指,到中指,到师指,然后把这个镜呢,送到大拇指,现在呢,我往回收的时候呢,是内玄,啊, 啊,那城市太极拳呢,他讲的是,全师,顺强和立强,现在我们讲,呃,传统阳尘玄,他,这是我的内玄的大拇指,啊,这个轴往外翻,这个大拇指,往往往往来,他是这样过来的,啊,啊,然后到了这个地方过以后呢,呃, 后面的胯打开了,还没了,还要有一个气呢,慢慢的往下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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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气呢,通过你的,呃,命蒙,啊,然后呢,通过,被下下,下到慧音,然后到两条腿,然后螺旋的慢慢的, 然后呢,以至下下下,通过你的脚,也可以通过你的脚,脚跟,你也可以通过你的脚掌,啊,拥拳,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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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一直入地,就像我刚才讲的,就像那个,联盟头的水,通过你的脚呢,然后慢慢的, 啊,开始做的时候呢,开始做的时候呢,他是一种意念,到最后,他就会完全,你就能感觉到,这一条线,他在,运行,啊,冲上来的时候,他的气血呢,就冲上来了,啊,我一呼气,一合的时候呢,他又下去了,啊,这个呢,是我自己,练拳的,这种, 感觉,我呢,今天呢,我呢,呃,把它详细的呢,我把它呢,分享给大家,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的感觉,啊,我不能说我做得对,啊,每一个, 练拳的朋友,只要你用心,只要你想的泪动,你肯定有你自己的,啊,体会,啊,我最后还是练一句话,太币拳,各有各的练法, 我说的,我自己,我适应了这种念法,我念的很顺 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念的就是对的 那对于您来说呢,如果你念,你能感觉出来了,你自己能掌握到了 你也可以讲这个是对的 如果你做出来,与你所念的东西相反,冲突,做出来不舒服,并不是那么回事 那你可以定论我这个做的是错的 当然还是一句话,你念你的,你感觉到了,你顺了,你就是对的 你感觉到我做的,你做的不对,你就是可以定论我是错的 但是我自己认为我呢,这个是对的 那也就是我们平时讲,我们抄一件东西一样 我们就比较说,比如说任何一个东西,我们练剑 因为我自己的剑我练,抓到手练书的时候呢,我得心应手 但是我抓到别人的一把剑我来练的时候呢,往往呢,我并不顺 但是我不能讲别人的剑不好,只能讲我拿到手来,我不顺手 我就是举一个举一个例子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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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